一个流浪汉敲响他的车门 问他能不能在自己一程 若是从前他一定毫不犹豫说呢 但就在几分钟前 他与人签订了契约一定要说yes 于是便咬牙让这又脏又臭的流浪汉上来 流浪汉得寸进尺 借男人的手机打了一路电话 一直到手机没电了才还给男人 他们的车驶入偏远的山区里 流浪汉下车前还找男人借钱 男人几乎是咬牙切齿地交出所有钱 看着流浪汉消失不见 他便启动车子准备离开 结果发现车子竟然没有了 最悲催的是他手机没电 打不了求救电话 只能自己走到加油站里接游 男人骂骂咧咧走了很远下山 最后找到一家加油站 在他接游时 一个骑着摩托的女孩驶来 看见苦大仇深的男人 就给他拍了一张 两人